把他的封给弄出来 是一个好方法 谢谢你 不是很贵 我们可以买很大很大张的 这样老师就不用浪费那个保鲜膜了 保鲜纸很贵 是咯 因为我现在设你为主持 可以录起来 我也开始录了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开始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画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们可以 我先解释一下 我昨天我有在网上看 看了一些关于这个 这个Sacred Geometry 就是华语我们叫神圣 神圣几何图 他的那个英文字 是Sacred Geometry 它是很有意思的 就好像我们在画这个 生命之花的时候 看到吗 我们发生命之花 我们先是花两个圈开始 我们发生命之花 我们先是花两个圈开始 对不 对不清楚一点 有看到这个眼圈吗 然后我们也 两个眼圈 是不是 老师你那个半径是几公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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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画先不要画 我现在解释的了 等下会叉掉 所以我们在画生命之花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画一个圈 然后两个圈 对 他就有解释的我觉得蛮 蛮有意思的 是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几何学 是 怎么讲 为什么讲它是神圣的 几何学是跟空间有关系的 Geometry 是跟空间有关系 就是跟Space 空间有关系的 那我们想一下 音乐跟什么有关系 声音 音乐跟除了声音 它有节奏也有拍子 有没有 音乐是不是一个 一个节奏组成的 和拍子组成的 是吗 是 那节奏和拍子有什么关系 节奏 节奏跟什么有关系 韵律 啊哈 还有呢 跟时间有关系吗 有 有 所以音乐是跟时间是有关系的 那几何学呢 是跟空间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要画东西 我们要知道它的空间 长度啊 什么都没有 是吗 哈 所以整个我们讲 世界的 来源 我们在 现在我们下午的时候 我们有在读一本书 就是有讲到这个 奥秘科学大纲 这个 这个世界的开始 世界的开始呢 其实呢 在自然科学里面 他们是说 跟我们的时间 和空间是有关系的 然后有时间和空间的之后 我们才有这个整个 宇宙这样子的 才开始的 那我们恰好 为什么讲这个 集合学 生命之外 为什么会是跟 这个 是一个很神圣的集合学 因为它都是从两个眼圈开始 那你看这个两个眼圈 看起来像什么 这个像什么 大家不懂 这个像什么 这个像什么 像眼睛 像眼睛 然后还有咧 它其实很像我们的生殖器官 就是女生的生殖器官 充满了想象力啊老师 是 所以生命就是这样子开始的 就是从两个眼圈开始 那我们的生命 你认为 是不是从一个眼圈 加加两个眼圈 就这样子开始的 是吗 生命就是这样子 从一个我们的 叫什么 软 不是 软 我们的 软 叫什么 我们女生的那个 软 是吗 它软 对 我们的软 从一个软 然后还有这个男生的那个精子 进来就形成 然后就从一个分子 变成两个分子 然后生命就这样子开始 然后生命就这样子开始 对吗 对 所以我们在画生命之花 然后从 验平有在吗 验平有在吗 验平有的record stop了 所以从一个圆圈到两个圆圈 到最后我们有六个圆圈在外面 就形成了一个生命种子 有没有 然后我们又画十七个圆圈的时候 就形成一个生命 就形成一个生命之花 所以这个整个集合圈 就是跟我们的 就是一个非常有神圣 而且是充满的 这个 有一点神秘的一个力量在那里 那我昨天看了之后 我也是把它画出 你看这个生命之花 里面把每一个角落 接起来 就好像一个 看这个像什么 这我画黑色的 立体的 立体的什么 正方形土啊 对对对 立体的正方形 好像一个盒子 好像一个3D的示范 一个盒子在盒 然后呢 从生命之花 它也可以 画成 这个 这个 这个钻石形 它也可以画成 它可以变很多很多种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分享一下 视频 分享一下 视频 可以看得到吗 看到 看到 所以它 你看 从这边 变成这样子 而且还可以变成这样子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 也是生命之花 所形成的 看到吗 这边的 很多 很多 这个 都是跟几何学有关系的 所以很奇怪哦 然后我们这个 有看过这个螺旋吗 螺旋当然跟几何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螺旋跟一个 数字有关系 这个螺旋 我们英文叫Fibonacci 你看很多我们的环境里面 都有这个螺旋的形状的 比如大红花 太阳花的中心 它有这样子的形状 而这个 这个螺旋 也是可以用几何画出来的 这个就是从1加1 从1开始 然后再加另外一个1 就是等于2 然后1加2又等于3 3加2等于5 5加3等于8 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而形成这个螺旋 然后在我们的自然界里面 尤其是在植物界里面 很多你都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 Fibonacci numbers 出来的 所以 所以这为什么会讲 它是一个非常神圣 神秘的 这种 数字出来 奇怪 我才知道 为什么要叫之前 我不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画这个 神圣结学 为什么要叫神圣 就到网站里面去查一下 它的意思 它是从什么而来的 就找到了这些 这些资料 所以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朝向这个方向去 去研究一下 所以你看 这个流浴光里面 整栋卡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画的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就是我 这个就是我 请着病的事情 画出来的 也是我们的 从生命之化开始 我们就成这样子 其他的这个卡也是这样子 这个卡也是这样子 我们之前画的 这个都是神秘者 看到吗 这个 这个花板 很多都是从这样子开写 总之一点点的 资料 跟大家分享 是 我觉得很好 大家可以多一点去学习 多一点去了解 这样对我们的生命 就有意义 有意思 好 那我们现在来画 你们要画什么 今天有什么想法 老师不是说要画那个曼陀罗 画曼陀罗 素颜你是讲哪一个曼陀罗 没有老师上个星期不是宣布说今天要叫曼陀罗吗 不是我是说我这个礼拜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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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了嘛 我们不是9月开始停一个月是不是 一个月我们没有课我们就在家画曼陀罗 我的意思是这样 为什么要准备这些纸就是要每一天画 这边有大概有三十张 就每一天画 不然的话大家 没有课就懒过了 所以那天Ratio有提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 虽然我们没有课我们也不要懒散 我们可以在家画曼陀罗 所以我就请大家我们没有课的时候不要懒散 再加画 画了之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区里面发出来分享 今天你们要想要画什么 那老师我们要不然就画你刚刚秀出来那一张 就画老师给你们看的那个很好玩的那个 老师老师那个那个那个录影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那个有点问题 是哦 他的录影 网络不好 老掉线 哦原来我这个半径是 我现在画了一本书 这是一本一本那一本画完的 所以这本他的 他会比较宽一点 所以我可以去到五 大家去看自己的那个 一个叫什么我们的书的宽度 是多少可能四到五这样子 可以吗 老师您是说半径吗 四到五公分吗 对对看自己的书 还是看你自己的纸张 我通常是会这样子看 画了之后 我再看一下有没有 大概可以可以去到多少 然后好像我现在在画这边 他不会超过看到吗 还是在我的纸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看 这边也是 我去到这边还是有 空间 那我生命之花大家自己画 这个应该很熟悉了 可以吗这个 可以 我可以 就会有什么 可以 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可以 我可以 谢谢观看 这个画完了之后 我们还要再画另外 再继续画六个圈 记得我们之前也是有画 我们就把找出那个中间点 从这个点 和这个点 这两个 有没有 这个大的花瓣 这两个 集合起来 然后找出这个中间 再把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那个 发出 发出 了 这个里边也是这样子的 还是这样子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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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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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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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